今天呢我们做这个山药粥呢 必须要先做一个粥底 粥底 就是在大米熬开花之后呢 我们要拿一个勺 这样不断地搅 而且要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 顺着一个方向搅 记住了 这是一个物理原理 如果说吧 你这样搅 等于会吧 我们这个粥呢就不是粥了 就是水了 咱那个粥好了 咱要干嘛呢 我们开始放山药 放山药 山药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放大枣 放枸杞 也就是说它是 在快出锅的时候 再放大枣和枸杞 对呀 把这三样东西放上之后呢 大约就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还要再搅动的 对搅动一下 哎不错 咱现在放什么呢大厨 哎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大枣了 大枣 放完大枣之后再放枸杞 OK 哎呀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呢 我还要补充一点 干嘛 我们保住这一款粥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 加点冰糖 加点白糖 好 白砂糖都可以 然后呢还可以加一点盐 也可以加胡椒粉 加一点胡椒粉 加一点这个葱花 好 小小葱 进去之后呢一搭配 哎呀我又成了咸粥了 哇 好喝 真的太棒了 制作红枣山药粥 所需的主要食材有 枸杞红枣大米和山药 第一步将大米熬至开花状后 不要关火 继续沿一个方向不断的搅动 熬煮 第二步将山药去皮切碎 放入煮好的大米粥中 第三步在米粥中放入少许的枸杞 红枣搅动一分钟左右出锅即可 这样绵软清香的红枣山药粥就做好了